他说不,就得这么介绍 来,掌声欢迎很强势的张慧 大家好,我叫张慧 上一期又聊了我是一个性格强势的人 这一期呢,我聊一个我被认为强势的原因 就是我还是一个喜欢维护秩序的人 可以想象,我去阻止别人插队 非常成功 只有一次,我阻止得太快了 然后发现他只是想穿过去 我好尴尬 我只好说,你要不插下队呢 我在公司经常因为维护秩序而出头 是的,我也要聊一下职场 但是我跟他们聊的不一样 因为我是一个要维护秩序的人 所以我注意到的是 我们公司有同事会在楼道里面偷偷抽烟 而且烟味好大 我每次都会过去说这里不能抽烟 然后他们就开始躲着我抽烟 我一闻到烟味就赶到现场 发现没有人 只有一股烟 听说有同事抱怨 本来抽烟是想解压的 现在要躲着张慧抽 压力更大了 还有人问呢 张慧应该不会去男厕所吧 我心想 不要挑衅我 我会去门口闻的 后来有一天 我走出公司楼 看到一个同事在抽烟 我也没想干嘛 但他有点应激 怎么了吗 都下班了 我没有明白他什么意思 我说所以呢 那就不抽了呗 每天管别人抽烟 挺累的 因为我还想管 开会迟到的问题 我真的不喜欢别人迟到 他们迟到 我们准时到的人算什么 算他们几点能到吗 而且我为了不迟到 我真的是很努力的 我把表都调快了时间 我家三个表 三个时间 我都不知道几点了 按最快的那个走 我们公司就规定 迟到发红包 一分钟十块 我很支持 但有些人迟到之后 也不发 就假装在那边 专心开会 我能感觉到 别人开会 开的都不专心了 这个时候 谁来出头呢 我 会在群里 爱得迟到的那些人 并且很贴心地告诉他们 每个人要发多少钱 我当然 我知道 枪打出头鸟 我能活到今天 不容易的 其实就是 有同事不喜欢我 觉得我针对他 但时间长了就知道 我不是针对他 我是针对所有人 迟到人 这次被我爱得 可能不高兴 但下次如果是 别人迟到 他不用发红包 他就会在群里 给我发一个大拇指 还有一次 我实在是 着急坐电梯上楼开会 我看着老板 从远处跑过来 我按了关门键 我没有时间等他 我是不能迟到的呀 过了一会儿 我在群里 爱得老板 120人 相处久了 同事们就会比较了解我了 他们知道我出门 不一定会AA 但是一定会BB 他们觉得羡慕我 但是也不想成为我 觉得我这样的人 有一个也就够用了 有需要时候 他们会先来点我 那天我刚走进公司 就有同事冲过来问我 张慧 你闻到烟味了吗 我理解 对很多人来说 忍住是本能 出头要学习 但对我来说 出头是本能 忍住是不可能 我真的忍不住出头 之前老板 想要优化我们团队的小李 但不想赔偿 小李就过来找我诉苦 我一听我就生气了 我就找到老板说 你为啥不给小李 N加一啊 他会告你的 小李都懵了 我是想说 我不想走啊 后来小李拿到了 N加一 也就是她的人生 第一桶金 这事就传开了 再有同事想离职 就会先来点我 张慧 你看我这个情况 能拿N加一吗 所以说 我还是会出头的 因为我今年三十出头 正是出头的年纪 我现在定位 就是专业的出头鸟 这样我出头的话 别人就会很习惯 这就是张慧会做的事情啊 不幸问苍天 张慧饶过谁 而且 总是要有人出头的 为什么休息的时候 我们觉得岁月静好 就是我这样的人 把周末装修的人 都给投诉了呗 要不然我周末 起那么早 干嘛呀 当然总会有人觉得 我难搞事多 我也都接受 正好也帮我省事了 如果别人找我麻烦 就会有人拦住她 你说你惹她干嘛呀 谢谢 我叫张慧 来 各位 准备倒计时了 张慧这次又在讲自己的性格 是 上次也讲自己的性格 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没有想过换一个话题 她从来不想 她不会想换话题的 人家认为就应该讲这个 对不对 让我来说 谢谢 慧姐饶过我 苍天饶过我 好 首先我这个人真的蛮多性格缺点的 这才两篇呢 好多呢 性格确实是比较困扰我的一个因素 我是觉得 她整个这个脱口秀里面 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个出头鸟 其实我特别想说 就是现在我们生活中 很少有这样的出头鸟 大家都觉得别惹事 别招事 别给自己找麻烦 但有时候 真的是有很多的时候 她特别需要有这种性格的人 然后很敬佩你 把不好的 或者是不被认 可能会别人就觉得 哎呀 看不惯的 你们这个东西 往外大胆地讲出来 说实话可能脱口秀没那么精彩 但是做人够精彩哦 谢谢 我会觉得张慧 你可以把你这两次的那个稿子 在延展之后 是个特别好的一个专场 就是以这个人的性格 而且性格都是双刃剑 其实没有什么好的性格 或不好的性格 因为可能强势 可能跟同事相处之余 就是特别有自己的原则 很多时候生活中 我们欠缺的 其实就是欠缺原则 谢谢 我做不到 但我会欣赏有这样性格的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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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提到专场了 我 有 是吧 我是这样子 我已经有专场的名字了 叫一生要强 一生要强 必须的 等我写出来了 欢迎大家来看 好嘞 好 谢谢张慧带来的表演 来 张慧 请回到学位去 下一位将要出场的朋友 在突围赛中 讲了自己走出大山的故事 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让我们欢迎 大山的女儿 艾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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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艾扣 我是我们家族里面第一个大学生 所以我的外婆热衷于给我相亲 但我发现她是从来不会认真听我说话 过年回家的时候 她问我你有没有男朋友 我说有了 她说那我给你介绍一个吧 问她一下 高中毕业 不喜欢 外婆就很疑惑 说不对啊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高中毕业的也可以吗 我说外婆 我说的高中毕业啊 指的是年纪 不过外婆说 这个人条件不错 家里有挖掘机 真的还是挺不错 但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她浪漫的约会 真的 大家知道挖掘机是没有副驾的 我真的不想坐前面 别人谈恋爱举高高是在男人的怀里 我在男人的斗里 我说外婆谢谢啊 能把条件这么好的男人介绍给我 我真的还是挺开心啊 但我真的不喜欢 要不然你把她介绍给表妹 表妹初中毕业啊 应该不介意 外婆说就是你表妹不要才介绍给你的 那个时候确实有一个男朋友啊 是一个魔术师 我们是在一次演出的时候认识的 第一次看到她 我就爱上了她 因为她当时正在台上表演一个变钱的魔术 刚好那个时候我也很穷 穷则思变 我真的非常主动地追求她 甚至还邀请她到我家里来吃饭啊 饭吃到一半 她把筷子放一下 很认真的问我说 其实你做的这些事情我都懂 你们女孩的套路我也明白 我想问你是不是想学魔术 我先想你有病吧 就学了三个魔术 那天晚上她走的时候我还很害羞 我说 所以我们现在的关系是确定了吗 她说确定了 师徒关系 魔术师真的还是挺浪漫的 在我们一百天纪念日的时候 专门给我设计了一套魔术 前面操作十分钟 最后的魔术效果是我的照片 在三根蜡烛上面 火光照亮了我俩的脸 我在那边 她在那边 其实我第一次去她家里的时候 对她魔术式的身份表示怀疑 我说你家里怎么 一只兔子和鸽子都没有 她有点紧张说 对不起没准备 不知道你喜欢吃这些 很甜 但是分手了 最后我们还是分手了 因为我发现我装不下去了 真的 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假装一直很快乐 也可以一直假装很难受 但你不能一直假装很惊讶 装惊讶太难了 哇好厉害怎么变的 再来一遍这种太平淡了 所以后面我就决定去模仿 最能表现惊讶的群体 rapper 真的非常有效果 每次她表演完 我就在旁边 哦 You damn boy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hold on 刘谦只是个faker 你才是大卫科博菲儿 很难很难 我总结出来了 表演惊讶 你不能笑 不然显得你是在阴阳怪气 有一次她表演完 我又在旁边 硬币消失了 节奏很难把握 有一次我又在那边 哇 她说我还没开始变 我说what 太难取悦了 太难取悦了 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还不如去爱 那个挖掘机哥哥 真的 至少他可以给我回应 我说what 他说挖哪 魔术里面没有什么东西 让我惊讶 生活倒是让我惊讶了一次 有一次吵架 是因为沐浴露用完之后呢 他直接就把罐子扔了 他都不玩里面灌水吗 太浪费了 后面教了他 他学会了 给我粉底液都灌了水 所以为了报复他呢 我有一次把他 道具箱里面的丝巾 换成了袜子 当他上台的那天 打开的那个道具箱 他终于体验到了 我这四年的心情 哇 我们在一起四年 我回想了一下 爱上他的原因是因为 他真的有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 但是他其实真的很平淡 都是非常普通的魔术师 他都没有表演过什么大型的魔术 但是在我们分手一个半月之后呢 他就大便活人 就交了一个新的女朋友 我觉得这是他魔术最成功的一次 因为我真的惊讶了 又有一个女rapper要出道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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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各位 投标器 IQO的锁票通道 开始 谢谢 他整段性很完整 但是就欠缺上一次的那个 就特别给力的那一下子 嗯 还要再磨 我觉得是 还需要再磨 这一段 就我讨教一下啊 就是不是 就男女生谈恋爱的过程中 需要一直对男生 保持一种崇拜感 就一直要对他做的所有事情 我说 哇塞 太厉害 哇你真厉害 然后就这样才能让你这个感情 维持四年 因为我从来没有维持 超过四年的感情 你跟一男的天天说 哇塞 这么棒啊 不是 他们就是说 我就是有时候 就是前人会烦恼这个问题 我说你就是不够崇拜我 问两位男士 需要被崇拜的感觉吗 不需要不需要 真不需要 不需要 他过度打压也不可以是吧 难道崇拜和打压之间 没有中间路线吗 就是真正就是作为一个 四年在地 我觉得像亲人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 大家会不会真的就 掏心窝子聊一次 就是哪些东西 你不行 咱们能不能试着改变一下 你有聊过这样的话题吗 听完决定又回去复合了 没有 我会觉得在爱里面 有崇拜的那部分 但是可能到后面 我觉得 我想去成为那个 更强 更有力量的人 所以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两个人的步子 不是一致的话 就会觉得 好像大家就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我知道为什么 我没拍不够的地方了 就四年的情感 你要吐槽的话 只吐槽 我要不断地表演 惊讶就不够的 一定还有别的 更值得你吐槽 更好玩 但你可能还没有准备好 跟我们分享 所以整段你会觉得力气不够 你想象 Taylor Swift写那歌 就是你要吐槽的话 就得 就得给到那个地方 对 给狠到那个地方 才够 才有那个效果 来 来 来 我们再次感谢 AIKO给我们带来的表演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AIKO的表演 真的非常潇洒 谢谢AIKO AIKO 棒 棒 棒 新人组 最后一位 珊珊哥 上 没想到吧 我叫珊珊 别误会 是大山的山 今年64岁 来自沈阳 为了参加这场比赛 我今天一路上 先坐飞机 再转地铁 又跑步 紧赶慢赶赶到这里 还是老了 奉劝大家一句 如果能不老 尽量别老 人一烂老了 有时候就会变得很无聊 我老伴就是 他退休以后 整天拿我和他闺蜜的老公比 然后用十分之 给我打分 他要是比优点 都能理解 他闺蜜的老公出轨了 给我扣分 理由是 我没本事 就真不知道 他是怎么想的 就整天 把我当成综艺节目 天天给我打分 就人家的老伴 老了老了是个伴 我老伴 老了老了 是个豆瓣 就我这个豆瓣 不对 老伴 老会过日子了 家里的东西 啥都舍不得扔 全都留着 我家房子 六十五平米 使用面积 五平 我说老伴 家里没用的东西 能不能扔掉 他说 那你出去吧 我老伴呢 养了一只小泰迪 可帅了 整天摇头摆尾 既乖巧 还会讨好 就 我看见了 真的舔狗 就老伴喜欢的不得了 时不时练 抱起泰迪 亲上两口 高兴坏了 可算有嘴涕了 我逛二手平台 老伴说 就你这样的 挂上去白送都没人要 我随手拍了一张 自己年轻时的照片 真的挂到了平台上 本来呀 就是开玩笑 没想到 真有人问 宝贝还在吗 他当真了 上个月出去旅游 在深圳坐地铁 我拿出五十块钱 到窗户买票 售贝员问 有六十吗 我说深圳地铁这么贵啊 他说我问 有没有六十岁 我说六十多了 他说超过六十 不用买票 老伴说 太好了 深圳地铁 只从沈阳就太好了 在玻璃栈道入口 我说有点恐高 老伴用手一指 你看那个老头 人家坐轮椅都不怕 你怕啥 我说 我怕坐轮椅 这次来上海啊 老伴说 你一个人亲自梦远的地方 死外边我可不管 我就知道他也想来 早就听说上海经济发达 遍地是机会 还真是 昨晚我俩出来散步 一个小哥 骑电动车逆行 还开手机 从我直接就撞了过来 我下意识一躲 老伴说 你看你啊 白瞎了在上海养老的机会 老伴不记得依然很自信 十字绣首绣 就绣清明上河图 这么大的工程 我都害怕 怕他给我留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 前几天 搬家 我把这十字绣 展开一看 哎呀 和我们新小区楼盘太像了 后面的工程烂尾 前面的建筑 已经开始动签了 有一次在家里吵架 我真生气了 用手指着他的鼻子 你照镜子好好看一看 这个家要是没有我 你算什么 老伴说不用看 这个家要是没有你 我肯定算丧偶 气消了以后 老伴到柜子里找衣服 其他东西啊 掉落一地 我说你看 要是把我气死了 你连先找啥 后找啥都不知道 他说放心吧 你要是真气死了 我肯定先找后老伴 不管怎么说吧 我和老伴的感情啊 还是挺好的 结婚快四十年了 一次婚都没有离过 就现在老伴还经常跟我表白 老感人了 做鬼我都不会放过你 我和老伴 虽然偶尔也会争吵 但我们始终是 睡在同一张床上 就在家 从来没有分床睡过 就爱情 如何长久保鲜 我的体会是 一时一厅的护刑 挺好 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来 最后的确认 锁票开始 山哥这一轮 其实就没什么压力了吧 早就没压力了 就是刚才啊 就是我吐槽了 我这个老伴这么多 其实就是 我在线下吐得比这狠 但是其实我们在东北 都就是这个状态 就到我们这年龄 吐得越狠 就是关系越好 我是觉得 如果跟上一阶段比的话 这阶段您稍微显得 就不紧张了 但是我觉得平了一点点 可能您还是悠着的 就是没有把两个人 生活当中的 可能最劲爆的东西 跟我们分享 更好玩的东西 跟我们分享 所以只抱你敢听啊 好 行了 张慧 艾口回到场上 我们来看一下票数是 如果是十分满分的话 我给自己打六分 松弛和表演状态还在 但是可能整体的内容的 丰富度少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没有表达 我想表达的东西 太空了我的姐妹了 这稿子就一直比较平 你说不行吗 还有点反应 你说反应就不大 所以感觉就是 读比完真不知道 我觉得整体感觉还是开心的 就是有讲到 我认为觉得舒服的节奏和效果 所以张慧要和这个舞台 以及共同奋斗的伙伴们说再见了 我真的想了这个环节 就是在第二轮被淘汰 还是挺高兴的 因为这段时间比赛压力确实也挺大的 所以祝你们继续加油 然后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节目 然后有缘再见 拜拜 好的 谢谢张慧 对不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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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也是接在《Wonder法》后面 这次接在《互兰》后面 我是什么圣体呢 我知道接《互兰》后面 接下的场子肯定会比较难 但是我已经决定了 就是想要完整地演出自己的段子 就是我前后场什么 这是我无法控制的 所以我其实不是特别在乎 我觉得效果是我是满意的 坦白讲 我觉得张慧今天现场演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她自己也比较接纳这个事情 就是脱秀 就是缺她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她以后写的段子 会跟其他每个人都不一样 她是最独一无二的张慧 同时也祝贺 那 珊珊哥再次回到了《大小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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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t 就棒,就棒,就棒,就棒 就是很幸運嘛 剛才反思回來這個段子 就是我說這些事還是和年輕觀眾遠 他們體會不到 可以說還是有代購的問題 對我的分數不太滿意 但是我覺得在意料之中 我覺得她搭配我今天的表現 我覺得也差不多吧 詹詹老師 我一直很敬佩她的敬業 和我們都說她的戰鬥們 很紳士 但是不管是舞台風格還是私下裡面 沒有任何的架子 Echo她好像每次都能在這種大場子 永遠展現出來最有魅力的那一面 但是其實這個稿子可以打磨得更好 可能只是時間的問題 歡迎大家回到《桌狗秀》 和我的朋友們第二賽段 別人問我高考多少分 我說一千九 別說北大了 我在哪兒畢業 以後工作起來 都是國外來的專家 跟我上班是一個思路 不創造 只重組 就我發展的都秒回 我心想你不喜歡我 你的男朋友喜歡我 別說給祖宗一個交代 祖宗都要給你一個交代 我爸說你看我幹嘛 我說我想三英戰旅部 我的頭髮秋風扫螺葉 我的腿毛中風吹右 我剛才知道我大學很好玩 你一周沒吃飯了 大哥說你不吃飯不行了嗎 你得配合運動啊你 請看一下得票情況 一八零一八二一八三 這組打得太難解難分了 太有細緻性了 找牙找牙找朋友 找到海天好朋友 感謝脫口秀的飯搭子 海天好友 和他的朋友們 獨家冠名播出 國民白酒真正純良 陪你共度快樂時光 感謝快樂釀造家 老村長久 聯合贊助播出 美味曲奇趣多多 有豆就是好曲奇 感謝超好吃的 去多多曲奇 首席特約贊助播出 天不怕地不怕 油那刀碗都強大 感謝雙一盒強內戶 讓成長更大感的 皇家美素佳兒贊助播出 找回狀態 賣動回來 感謝隨時隨地 幫你勾拜 好狀態的賣動行業贊助播出 新疆番茄是個寶 來碗茄黃錯不了 感謝茄黃贊助播出 8月20號起 每周二周三 19點 會員搶先看一周 每周五衍生節目 VIP會員19點更新 SVIP會員12點更新 等訊視頻全網獨播 微信搜一搜 脫友 獲取更多演出資訊 MING PAO TORONTO аб Spike 為또 ել HD H